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哥 大家要照三星手机的话 但是有ib687的防水 正常的话 你下水或者拿来水龙头那里冲冲一下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够个的话就不建议大家这个下水 包括放水龙头那里冲 为什么呢 昨天拿回来这一台 就是因为下水太多了 然后他这个充电口这里已经被腐蚀到了 已经击触不灵了 然后现在已经充电不进去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台是s20加回色国航的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 这是我们一个正常的手机 我们这个拿来充电给大家看 它这个的话是可以正常充电进去的 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一台 我们也同样插进去 我们发现它是没有个人反应的 看到没有 他有一些的话 它是有反应 它但是它会突突突的响应 有个感大号出来 显示的话 这个充电口有异物或者进水 那这样的话也跟这个情况同样也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无线充 然后我们放到无线充上面 然后又发现的又可以充电 像这种情况的话 大概率就是因为 所以这个手机它下水太多了 然后把里面的这个充电器 因为里面的话 它这个这个充电口 这里面这个机触点的话 它其实也是一个充电尾差 也是金属来的 像这个东西的话 你下水太多 它就会腐蚀到里面的东西 腐蚀到之后 它就会充电不进去 像这样就充电不进去 那就像这种情况 它就会显示 叫你立即把他中的去 说里面有异物啊 或者有水分在里面 像这种情况的话 百分之九十九就是这个尾差的问题 这个问题虽然不大 但是你要拆开才能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拆开的话 手机又不是原装 像那个手机的话 我们是肯定拿不了的 所以也建议大家拿手机回去 不要经意下水 因为这东西怎么说 包括三星的时候 它也是这样的 它虽然说是ip6768级的防水 但是你下水太多进水的话 万一进水了 它是不给你保修的 大家的话 可能觉得这个自相矛盾 其实的话 这个也并不矛盾 这个手机的防水 其实只要主要是反应的意外 比如我们在外面呢 突然下雨了呀 放口袋面 被雨淋湿的呀 这样的话呢 就能打到一个预防中 但大家买个手机回去 没必要 就拿来随便下水下水 下水多像这种情况的话 拿去售后的 不一定给你保修 假如过保的话呢 肯定就不给保修了 对吧 好了 这七号就本期视频了 谁内容了 有喜欢三星手机了 给我个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